华盛顿消息 拜登总统昨天签署法案正式结束新冠疫情国家紧急状态 白宫表示 拜登当天签署了国会早些时候通过的一法案 终止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国家紧急状态 据报道 截至到目前 新冠疫情已在美国造成超100万人死亡 此前 有近200名众议院民主党人针对这项法案投了反对票 但法案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随后法案又在参议院以68票赞成 23票反对获得通过 据国会山报报道 白宫此前曾表示 计划在5月11日结束新冠疫情的国家紧急状态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并允许各州开始逐步结束在紧急状态下制定的措施 报道指出 拜登昨天签署法案 正式结束新冠疫情国家紧急状态后 也意味回归常态化管理 疫情期间的一些保障性法规 免费医疗以及纾困措施将逐一失效 纽波特纽斯消息 维吉尼亚州一名6岁小学男童 今年1月在学校朝女老师开枪 造成那名教师身受重伤 维吉尼亚州检方昨天医疏于照顾儿童的重罪 宣布起诉男童的母亲 据报道 纽波特纽斯检察官办公室声明表示 这名男童的母亲泰勒除了依这项重罪遭起诉外 大陪审团也指控她鲁莽留下装油子弹的枪支而危害儿童的轻罪 泰勒的律师表示 泰勒将于本周稍晚向警方自首 当地警方说 这名小学一年级男童1月6日从书包掏出母亲合法取得的口径9毫米手枪 并朝她的老师兹沃娜开枪 25岁的兹沃娜因手部 胸部受伤 住院治疗两周 这名男童的家人在事发后不久发出声明表示 男童有严重的残疾 那把手枪已被保管在家中 纽约消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市有望通过一项反体重歧视法案 法案禁止雇主以超众为由拒绝雇用应聘者 虽然投票时间尚未确定 但是法案已得到议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议会51个成员中有34个是共同提案人 这一法案最快下个月即可获得批准 被批准后 在求职、住房和使用公共设施过程中 将不允许进行体重歧视 据报道 法案的提案人 纽约市议会议员阿布鲁表示 这一法案的提出与新冠疫情有关 长期居家导致人们体重增加 也让民众更多的关注肥胖问题 然而 纽约市主要商业集团负责人 则担心反体重歧视法案 可能会引发更多诉讼 这会给雇主带来更大的压力 秀金山消息 据美国广播公司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加州公路巡警说 上个周末 一名五岁女孩在旧金山湾区高速公路上被枪杀 三名嫌疑人已经被捕 警方表示 4月8号晚上 这名女孩与家人在湾区880号周际公路上向南行驶时 被一颗子弹击中 她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后不致身亡 警方与嫌疑人在高速上展开追逐 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受害者家属的一位朋友表示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 枪击事件发生时 小女孩和她的家人正驱车前往餐厅吃生日晚餐 她本该在4月21日度过6岁生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